就是 我在看老師的書 的內容的時候 其實我就有點感觸 因為老師提到很深很細微 那就是很多人做業務的時候 他出此會有心理障礙 常常會很多人跨越不過去 然後就放棄了業務 坦白說老師後面講到一件事情很重要 其實業務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你怎麼去愛你的事業 就是你的分析 甚至是你的客戶 所以這個核心關鍵就是 你有沒有對你的人向投入 因為如果你認為不是一件 你值得做的事情 你人生不是在得過其過的角色 那你投入你的愛 你做什麼事 你心理都能夠投入在你的內容 那他講到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 你會欣賞這個事 你看老師欣賞 貫徹人徹 無論你今天是一個一般人 或是你是一個期間的老闆 你越是能夠欣賞別人 越是能夠跟別人有效的動作 雖然說他的溝通 因為他的故事 今天要跟他老婆 有想到我老婆也是這麼好 所以我今天要讚美他一下 因為他老婆也是最大的 你越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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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老婆 你越是多